后面的子物 所以说克里斯角落是不敢连续防罗伯特 一般来讲应该是这样 好 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是 第三名的决战 谁输了 谁就是第三名 谁赢了 谁去跟历程争夺关亚军 左边大口 右边是蓝翔 这场比赛的赛制依然是抢三 好 大口是选择了草剂精 但是八神首发草剂手底 依然是一个八神对神乐的局 好 昨天我就说过 曾经小孩讲过 大口的八神是酒吧的诸多八神中 最会打神乐的一个 但是昨天好像大口输了 我也是深感自责 不知道今天会怎么样 毒奶萌 又被奶了 是啊 所以说我要把这个事讲出来 让大家心里有个数 又输了 你看 没有 你看 哎 这倒霉孩子 真的是 慢慢来 来 慢慢来 我们抢三的比赛 兄弟 抢三的比赛 刚才那个点位有点像抢转 再跳 正面 打点高 哎呦 这下跑不了了 细节 细节 很细节 这下没有用下轻角 可以连上 可以连上 下C的前轻手应该是连不出来了 再来 出现了防守失误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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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话八神快速的输给神乐 赫里斯快速的搬了回来 双方血量都是满了 同一起跑线 但是现在大口的优势是多了一个能量 下次龙岩武 再龙岩武 根本过不来 空中的二连 跳 一顿跳C的 现在活武没有气 可以来成一波 C的压制 直接龙岩武几个威 再丢拨 逆向 哇塞 这个距离稍微近一点的话 下盘就偷到了 你别说蓝翔的这个龙岩武 用的还是真的很独到 对 不太一样 各种打下盘 封小跳 用的非常好 这下是正逆向 不可防 很明显 丢拨吗 保不住了 动不了了 最后的暗言三下 但是活武只有两丝血 所以是不是肯定防不掉 这下 尤其在大口 多了不说 无论是血量 甚至说资源 大口酒吧 有一个特色 就是他一直很擅长 于储存能量 经常看到 他的三法上来 至少四个气包底 至少是这样 一般的酒吧高手 很难做到这一点 因为气在运动战中 都用掉 但是也有人 很多人说 大口这气 直接到输了 都不舍得交 很多人说 大口这气流着过年 其实很多人真的是 没太明白 高手之间的心理细节 酒吧这个资源 一定要用到 最关键的点位上 可以 这样的话 随着最后的一个 高跳CD的counter 挑中角的截杀 双方各自三发 一气扫了一经 对一气多一点的克里斯 小跳下盘 两点之后 没有中 大口瞬间取消了回中 变成了普通的荒药 基本功有点炸裂啊 这一波 相当的炸裂 拔铲远点 这下蓝翔控制距离也非常好 这个距离 草莉精除了贺斋之外 基本没有办法 或者小跳让开这一下 高点 还是想破反 98草莉精破克里斯反 高跳轻角 小跳的挑轻拳 这两个是比较有效的 有了 大家走了 小跳B的跳落 最后也是打掉了 克里斯的 蹲姿轻角的偷跳 大口先拿到一分 感觉双方的精神头都不错 而且怎么说 就是并没有被比赛的输赢 比分的领先于否而 过多的去影响自己的一个表情和心态 很不错 大口老将了 这个是九星战阵 这个不说了 蓝翔其实线上打的比较多 这次咱们导师是GP2线下的表现 依然是非常的出色 角落破防 破防没有算 哎呦这波被骗了 来看怎么样 跳正面打乱动 小跳百合者有套路 下盘两点 这波C投 前冲的瞬间被投 在刚才立到角落里面 逆向 注尺 刚好达到了一个中角的收招 往前冲下盘 一个思想 怎么说 这个距离不能乱丢波 神了明显在等一个丢波 起跳的动作 刚掉 注尺虚缓 二次破完又没有算 再起跳 刚好 消风的无敌时间 但是这一次 哇塞 大口有点弹响 轻手再连一个消风 结果没连上 大哥你太秀了 有必要这么秀吗 抓进去拉出来的 这比赛呢 他其实完全可以 就直接是中拳前三段 对 还能再压制一手 不要那么秀啊 兄弟 晕点和破防都有 赶紧跑 点 封印 封印 好的 这下 封印了就没了 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后面跟着 不是抹血 就是生死则 而且这一局 草的精如果打不好的话 是直接穿三的 这个神龙虽然说不满血 但跟满血也区别不大 毕竟有两个气的加持 没招脸 没办法 击乱严 机会 可惜还是没有出封印的时间 否则下一个一定是无视 开始了 必须逼着你焦能量 焦气 这神乐的能量真的是 越打越多 98神乐 98两代都是不缺气的 对 光耀 距离太远 九上跟不上 没够着 最后一下 焦气很果断 没问题 大口这一局最漂亮的 我觉得就是那个直跳 判断神乐的划铲 那个直跳低的低点 下拍两点 已经是当时 蓝精灵的状态下 能做到的极限了 可惜还是没有 提前三针就知道了 可惜还是没有 没有出 封印时间 没有出封印的时间 好 大家看到导播也是切了一个 咱们现场比赛的远景 这个是从咱们影院的 后面的比较高的位置 来给到大家一个 相当于是俯瞰的视角 显得选手们在比赛中的 这个状态是非常的专注 整个画面氛围也很好 就像刚刚导师讲的 非常像我们07年 打的一个比赛 非常像那个感觉 现场 又是一波脚落不震 八旋没气 不过一个 切否 用声声 切过来了 不过又是一个注册二段 下凡 第二下的轻手 是故意虚空辉煌的 哎呦 慢慢来 一比慢慢来 不过首发八神打神乐 确实难 确实难 再跳 注词打康 滚住 连续的跳CD 滑蝉脚 这下影子一旦出了 打过去之后 还有再次跳 争一向的选择 连续的注词 神乐的气 真的是用不完 越打越多 哎呀 滑蝉脚距离太近 封印直接拿下 根本不给机会 这就是 三四名 第三名的争夺赛 没办法 这样的话 这一局基本上是复制了上一局的局势 又是一个中角的独落图扣空 绝备神乐 背面的下击前 灵际之处 感觉大口状态下去了 打得不那么兴奋了 也找不到机会了 反而是蓝香那边 风味越来越好 这个神乐 越来越难打 哎呦 距离 这一次血没办法 太难受了 这神乐主要是 第一个弊的 第一个小局的优势 一旦长出来 后面的资源一多 二发阵容也不好打 知道为什么叫仙人模式了吧 这个 这个雪球滚起来 神乐是比其他角色要更好的 你八神抢 为什么 判定速度 近身多则 但是你 这个八神是有则的 则就代表可能 重可能不重 可能我打掉你血 可能你打掉我血 这个叫做则叫做护则 神乐不是 神乐我不管你 神乐是强压 我全是安全压 强压 所以说打神乐的对局 还是要非常的有套路 有办法 对 一定要智取 强攻硬刚是肯定不行 来了 这下萧芳就是个变数 先拿到了一个相对优势的血量 而且掌上了第一颗气 有了这颗保命气 八神就敢拉开发波了 不过蓝香现在已经是优势在手 而且前几局神乐都是绝对的MVP角色 心理上也会优势更大一点 再来 影子全是放在你面前的一个位置 这一波抢的 半血的神乐 24秒左右 但是唯一的好消息 对大口来讲 这一局是克里斯有两气 再跳低点 克里斯是这一局大口最后的机会 最后的机会 能不能把握住 蓝香这边只要打掉这个克里斯 直接见到草莉精 就很有希望淘汰掉大口 远点住此 挑死你打了一个前跑 这个时候 哎呀 是拼命不拼命啊 大口也在 应该也是有一个在真主 想打一个逆蹲 但是蓝香这下抢招很快 又是一个近C 一个5C直接抢掉 前走 往前走一步 这一步真的关键 小跳的话感觉也能走得过去 最后这点血怎么说 滑铲吧 滑铲 没办法 98克里斯打神乐 滑铲下吸和跳CD 是对神乐非常有威胁的三下 这样的话至少打掉了神乐 30多的血 克里斯是见到了火舞 会不会有一个转机 对于大口来讲 眼神转头 别生龙 角落里面先丢波 好 这下也是选择影跳 直接吃掉这个波 否则后面那个波加CD 不能防 直跳CD再方位 又一个角落结杀 蓝香这边也是抢到了一个战C康 这样的话双方血量 稍微拉近了一点点 滑铲 拆头 这下火舞没办法 就算是窝心铲 火舞也打不到 感觉火舞要生龙了 这个点位 一直在让距离 跳 战贼 这下战贼就是奔着挑打的 好下盘 放手到位 再来 时间最后十几秒钟 血量都差不多 看大口最后的几秒钟 哎呦 抓住机会 跳空中 抢空拿下 最后火舞的这波挑戏 高跳的截空 也是截杀的很转 不过按照血量来讲 大口的克里斯也是扳回了很多的优势 烈士的血量 打掉神乐也是费了火舞大血量 草莉精有没有机会 前两局草莉精是完全被神乐千鹤的光芒掩盖了 两点无事拿下 完全被神乐的千鹤千鹤的光芒掩盖掉了 这一分草莉精一定要想办法赢下来 克里斯没气 这个是大口非常利好的一个消息 但是蓝翔这边在这个局面之下 能否牵制得住草莉精种种进攻 也是个不可防 刚才大口明显有一个生龙的动作 但是没出来 再生龙 独咬跟进 后跳 跳中脚抢下来 吓死 两个人对智空的判断还是非常准的 都不想让对手跳起来 怎么说逆向没成 拆头 这个是 哎呦 赌生龙 这下是想生对方的下西慢取消前臂的中断者 大口的想法 非常的灵力 而且这下 说实话有一点点孤注一掷 因为如果这下 对方下西之后没有带招 或者人家带的划铲 你这个轻的鬼哨都